早期的羹汤它本身它就是料少欠重 所以才会造成所谓的热量高 改良了之后我是料多欠少 而且这羹汤的料是多到你用喝就喝得好 3 6 5 日日速 健康 自己煮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丰收食酥法菜羹 我们首先先将我们常见的 为了高汤增加风味的冬菜 然后加入我们洗净切好的金针菇 以及木耳丝 再来我今天准备的是台湾的干香菇 现在加入的是我们的白笋丝 现在我们将切好的大白菜段加入 我们先加入盐 胡椒 还有我们的高纤味粉 我们先加入盐的主要目的是 让它在大白菜在加热的时候同时可以因为盐巴 透过逆渗透的关系更快地软化 红萝卜丝在新鲜的时候 马上切入它的甜味以及香气 它会更为的释放 我们先芹菜跟香菜切成末 我们素食者可以吃的辛香料 它比较适合后放 因为它会越煮越强味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的羹汤里面 舀起来的话是汤匙舀下去是看不到汤匙的 我们的分量使用的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说是吃一锅菜吃饱 吃到有饱足感 我们的营养不输人 OK那像现在我们的羹汤已经滚了 在我们勾芡之前我们先加入我们的法菜 我们现在今天带来的法菜 它是一种在生长在海中的褐藻 又俗称水云的替代品 但是它一样有法菜的口感 以及其其营养分 法菜它是属于一种 很生长在沙漠中的护杀用的植物 我们使用的是海里面的一种褐藻 加在羹汤里面 让你可以隐约地感受到 在喉咙里面的抵触感 我们现在的火震大的时候 我们先准备好我们的嵌水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诀窍 我们就要做分段式 像我这样子一份的太白粉 我在大滚的时候我先加一次 我这个时候我快速搅拌 我不用担心 太白粉人家会觉得不好 这个我觉得要必要 再好的东西你吃多了 它还是会让你变胖 我今天的配方五人份的羹汤 它所加的太白粉的碳水量 约大概是半颗御饭团 然后我等到它再重新大滚起来 好现在大滚了之后 我火稍微转小 我火稍微转小了之后 我再加第二次的嵌水 会发现现在的光泽 比刚刚还要来的晶莹透亮 那我们依然要持续 不要停止搅拌 到最后面第三次的时候 我们直接转到最小火 这样最后剩余的三分之一的 的嵌水加进去 加进去 台湾太白粉的原材料 是属于素素 一般来说 勾芡大家都是用日本太白粉 居多 马铃薯用 因为它的嵌汁的保存度才9 台湾的太白粉 它比较适合用料理 裹台式太白粉去油炸 或者加其他配方比例的粉 去做煎或去做炸 去做不一样的调味的方式 反而不适合用来做羹汤 那我们最后面成盘 我们加入我们喜欢的蔬菜 然后再加入我们喜欢的食材 一些所谓的素料 还有俗称的排骨酥 素鱼酥 我们只要用羹汤煮起来的 余温就足以烫熟这样的 这些蔬菜以及素料 一份具有饱足感 不用担心高热量的 法菜羹汤就完成 最后面撒上我们的芹菜 以及香菜 这样我们这一道法菜羹汤 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TTTTT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